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玉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年上漲21點來開出 最高點出現在上午的9點10分 來到15927 那麼最低點出現在 今天上午的10點03分 來到15828 整個正趟區間僅僅只有99點 那麼現貨的成交量來到1790億 那麼今天老師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數頁有專攻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人工盤修飾 那麼電子盤 提早在台北時間的9點15分 就已經打烊收工了 那麼三大指數是微幅上漲 那麼台子也就延續夜盤的走勢 今天早上是小幅開高的行情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整個大盤的成交量 僅僅只有1790億 所以行情呐呈現了一個 霞幅震盪的格局 整個震盪區間還不到100點 這個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有特別講到 這最近的盤勢 有一個特點就是成交量 明顯的偏低 如果我們以現在相同的位階來看 都在16000點附近 以今年跟前年比較起來 整個日均量足足少掉了1000億 那麼在量縮的格局裡面 不管你是做股票還是做指數 其實要找到好的切入點位 這個難度是比以往來的更加的高 如果很多人在看行情的時候 這個最近你如果去追表股 你會發現到 你常常一進場買一支就套一支 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類股輪動非常快速 因為資金有限 那麼做指數也是一樣的狀況 很多人看了半天 終於看準方向下定決心進場 結果一進場趨勢立刻反轉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各位所謂文道有先後 樹葉有專攻 這個股票的部分我幫不了你 但是在指數操作的地方 我絕對是個專家 今天用我的方法 可以讓很多會員 找到非常多進場獲利的機會 那麼怎麼樣能夠 在當沖的過程裡面 能夠讓自己提高所謂操作的勝率 大家一定要記得 每次早上開盤的時候 你一定要準確的去分析 今天的盤式結構 你只要知道今天的盤式結構 自然你就能夠選擇一個正確的應對方式 那麼怎麼樣快速掌握今天的結構 很簡單就是透過平常 每天老師都跟大家講的這個看盤口訣 就是穩盤靠現貨公視看期貨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 但是只要你能夠熟悉的去運用它 我保證你絕對會比其他人更快速 更精準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麼今天早上小幅開高之後 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台子跟大盤來做個比較 今天早上開高我們可以看到 台子的漲幅是明顯的領先大盤 甚至盤中從原本的逆價差 轉成了正價差 這就符合什麼 各位第二句公視看期貨 所以今天台子旗扮演著一個發動機的角色 除此之外我們可以看到電子旗的部分 電子旗今天早上其實漲勢 也是一開盤的時候超過了金融旗 這顯示什麼 表示今天是一個多方控盤的局面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透過早上這兩點就可以看出來 整個多頭的格局是非常的明確 那麼唯一的敗筆在哪裡 當然就是早上的成交量 今天一開盤的成交量明顯下滑 所以整個波動率偏低的情況之下 就要特別去小心 在急漲的過程裡面 往往會伴隨著技術性的回檔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節目 你可能會認為老師都是看圖說故事事後諸葛亮 事後講感覺起來非常的神準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今天早上在9點05分的時候 當我透過台子前5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其現貨之前的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操作的經驗 很快的就把今天的行情做了一個非常完整的規劃 我們來看到 台子今天開盤是前5分鐘成交了3224口 是小於過去5日均量4221口 那麼現貨今天開盤第一盤是成交了73億 也小於過去5日均量的82億 那麼其現貨成交量偏低波動率下滑 早盤台子漲幅領先現貨價差翻證 那麼電子漲幅也是領先金融顯示什麼 多方控盤 那麼結構偏多 但是力道略有不足 要留意急漲後的技術性回檔 各位同志朋友 今天早上9點05分 如果在每天早上的時候 你能夠第一手 就能夠掌握今天的盤式架構 是不是你的操作的勝算 就能夠比過去大幅度的提升 就算你沒有時間看盤也沒關係 你今天只要跟著我們來進場 每天早上我會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分析所有盤面上的數據 讓你不需要看盤 不需要看手機 只要收到我的訊息 就能夠比別人更精準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麼除了掌握今天的盤式結構之外 如果還能夠再搭配好的一個當充指標 是不是就能夠找到漂亮的切入點位 那麼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其實每天都一樣 如果在早上的時候 你能夠知道今天主力還有一些大戶 他們開盤的時候到底是做多還是放空 你只要掌握到這一點 你跟著進場 是不是你的勝算也能夠提升呢 那麼怎麼樣能夠知道今天開盤的時候 主力大戶們到底是做多還是放空 很簡單 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這個預估開盤價今天是15815 這是每天早上 台子期在8點45分開盤之前 我們的系統會計算出來今天的一個預估價 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馬上做個比較 立刻就能夠知道主力的東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早上會員收到的截圖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4月10號 光束指標的預估開盤價是多少 15815 那麼實際的開盤價是多少呢 15839 就是這麼簡單的算數 當實際開盤價高於我們的預估價 表示今天主力開盤的時候是偏多操作 那麼我們看一下公佈的時間 是在今天早上的8點40分 所以我們的會員朋友每天早上開盤之前 都會收到這個預估開盤價 等到實際開盤8點45分 知道主力今天是偏多操作之後 我們當然也跟著進場做多 我們今天第一筆單就是在15829 各位投資朋友在今天開盤的最低點買進 那麼除此之外還有各位在哪裡呢 在8點48分馬上在進場加碼做了一筆多擔 15850 甚至呢我們再看到還有第三筆在8點50分 15855再加碼做多 各位可以看到為什麼今天早上一開盤 我們這麼積極的進場做多 因為呢以今天的行情來講 雖然它震盪只有99點 但是呢在我們的一些操作的策略跟邏輯上 今天卻是一個非常好操作的行情 所以一開盤我們就積極的進場來做個操作 那麼呢連續三筆多擔之後 行情開始急速的往上來拉伸 那麼過去我們常常在節目講到一個觀念 當行情在急漲的過程裡面 什麼時候會出現所謂反轉的跡象 各位想一想 老師過去有沒有講過 我過去是不是有講過 當價差由逆轉正 甚至呢正價差瞬間擴大 那麼這個時候就特別要小心 有可能出現當天的最高點 那麼呢今天盤面上 從8點45分到今天收盤1點45分 正價差最大的點位在哪裡 各位就在我們圈起來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今天來到正14.79 這是今天盤中正價差瞬間擴大的地方 為什麼說正價差瞬間擴大 代表行情要反轉 很簡單的道理 原本大盤在這裡 台子在這裡是逆價差 如果一路往上漲漲漲漲漲 台子忽然往上急拉而且爆量 表示什麼 表示大盤漲不動 台子有超漲的現象 所以往往出現正價差瞬間擴大 表示行情即將反轉 所以今天啊在這個地方 9.08分正價差瞬間擴大 那麼如果能夠掌握到這個位置 把多單平常在最高點 是不是就是一個100分的操作 有沒有辦法做到 各位今天這個地方 剛好也是我們開盤前系統所規劃出來 今天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 就在哪裡呢 各位9.08分來到15920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一條紅色的壓力線啊 絕對不是我們事後填上去 也不是呢給你很多道的壓力 然後隨便挑一道給你看 我們每天早上只給一道壓力 也給一道支撐 那麼今天就是這麼樣的準確 開盤連續3比多單 那麼呢高點也是啊 來到我們盤前所預告的轉折點 從這個地方上去 你可以看到一口單有91點的價差 那麼呢這邊反手放空下來啊 你可以發現一口單也有92點的空間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高低區間只有99點 但是我說過 不管行情大行情小大漲大鐵還是盤整 這些都不重要 對我們當沖來講 你只要掌握到當天的盤式結構 那麼呢搭配我們的指標來操作 每一天進場你都充滿了非常多的機會 我們再來看到 早上會員收到的call訊 除了盤前啊 我們給的預估開盤價之外 在8點45分的時候 我們還會發送訊息來提醒會員朋友 早上8點45分 4月起止啊 今天在15829附近 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開盤光速指標 我們的光速指標是市場上 真正唯一的領先指標 我們都曉得做股票 大家都想知道 主力大戶 它們究竟怎麼操作 同樣的道理 如果在做當沖的時候 你能夠掌握主力在開盤的時候 是偏多還是偏空 這時候你順勢跟著進場 你的勝算也能夠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你想要贏在起跑點 光速指標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麼呢還有我們來看到 早上8點48分 新倉買進4月起止 目前15850附近市價做多 那麼呢再來8點50分 4月起止 目前15855附近 收訊後市價做多 這就是我們的當沖智能指標 所以不管是光速指標還是智能指標 雖然它計算的方式跟邏輯不一樣 但是如果短時間 同時指向一個方向 表示當沖的趨勢非常的明確 如果這兩個指標來搭配 你想想看 是不是勝算還能夠往上再加很多啊 所以呢 每天早上 大家最重要的是做當沖 一定要掌握開盤之後的方向 如果你一開盤做對方向 你做起來就是順風順水 如果你一開盤就做錯方向 這接下來你只能夠被動的來等待解套 所以呢第一筆單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想要掌握開盤的時候正確的方向 當然你就是要透過一個好用的指標 來讓你做一個參考 那麼我們再來看到 早上8點40分 盤前推算15920這邊是今天的壓力點做空 1575是今天的支撐 這是我們的旗子當沖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天早上8點35分 勝負已定 掌握鷹眼 掌握關鍵 過去大家一定買過一些軟體 來幫助自己判斷當天的壓力跟支撐 但是這些軟體都有一個共通點 它會提供你非常多道的壓力跟支撐 那麼究竟哪一道是真正關鍵的轉折點 你只能夠平運去去猜猜看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巴菲特 不可能每一道轉折都去掛單 但是呢 如果給你這麼多道的轉折 你不曉得該怎麼選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透過我們的方式 我們的鷹眼預判系統最大的特點就是在於 第一個開盤之前系統已經先算出來 算出來這些轉折點之後 老師會幫你挑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 每天給你一道最關鍵的壓力跟最關鍵的支撐 你不需要自己憑運氣去猜猜看 這時候你是不是就能夠集中火力 那麼像今天就能夠空在最高點的位置 所以我們都曉得 做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掌握開盤之後的方向 第二個掌握當天關鍵的轉折點 只要把握這兩個要件 其實行情大行情小一點都不重要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過去你都找不到一個好的方式 這個時候你可以透過老師的指標來幫助你 泳城國際頭部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紮實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城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恢复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城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旺无限 永城国际头部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各位 我想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是先从做股票 然后慢慢慢慢的 来接触期货的操作 您有没有发现到 做股票跟做期货 基本上两个商品的速度感是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绝对不能够透用这个 做股票的逻辑跟观念 来操作指数 因为指数可以说是千变万化 而且是瞬息万变 往往呢 一个行情的反转跟改变 就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 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的 操作的过程里面 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往往呢 都是赚少赔多 这表示 你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法 来帮助自己 所以如果你想要告别过去 常常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赢不了别人 常常被割韭菜 从现在开始 你有新的选择 你只要跟着我们进场 各位明天开始 你就是市场的常胜君 因为我刚刚讲过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做股票我不敢讲 但做期货 我绝对是市场上 最专业的期货分析师 如果你想要得到最好的 跟最专业的协助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那么呢 除了早上 刚刚我们9点05分 给的第一手报告之外 在9点20分左右 我们还会 整理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盘式结构是有利多方 指数上攻 但是呢 整个成交量 并没有随之放大 而且盘中资金 有转向金融的迹象 攻击力道有限 留意技术性的拉回 各位你可以发现 今天盘中很明显的 资金从电子转到金融 为什么 因为攻不上去 量能偏低 所以主力把火力 把资源放在金融股 可是呢 这一部分就可以表现得出来 今天已经没有继续上攻的空间 所以呢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 或是呢 收到我在这个讯息里面的提醒 我相信你在操作上 就能够更好的做好 今天的应变的准备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每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 这个开盘强势扫描 我相信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 开盘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 还是想放空 只要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即避凶 更重要的是 完全免费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纳达克指数也是一样 过高之后连续几天的拉回 但是从前波的高点延伸过来 这时候跟什么 跟月线出现了双重的交叉 这里就是一个技术性 相当明显的一个支撑的位置 这么这几天呢 行情虽然小幅度的拉回 但是整个形态上 同样它并没有出现 所谓高档转折的迹象 那么这几天呢 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新闻有提到 就是呢 上个礼拜根据美国期货市场的报价 原本五月份升息一码的几率 大概只有50% 现在提高到了70%左右 很多人认为这个消息 独立于美股后市的发展 但是呢 我却认为啊 这样出现这样的一个几率提升啊 反而对股市是一个利多 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大家都认为 接下来还要再升息一次 升息一码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升息一码 是符合预期 因为基本上是不会升两码 那么升息一码符合预期 如果没有升息 那就是一个天大的利多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反而大家预期会升息一码 对股市接下来发展 我认为是偏向一个正向 往上推升的力量是比较大的 那么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从整个技术面来看 它的确是还有在上攻的力道 那么呢我们再看到 在现货的部分 这几天量能都持续啊偏低 这段时间都是偏低 感觉上并没有追价的力道 好像上不去了 可是呢在期货市场的角度 却不是如此 现货没有量 但期货筹码趋势暗潮汹涌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未平常量的变化 上礼拜是从68514 对不对 那么呢上礼拜五来到多少 69593 那么今天也是霞幅震荡的行情 未平常量再增加到70836 这表示什么 虽然指数没有大幅度的上涨 但是未平常量表示筹码的动能 逐渐在累积当中 在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哦 这条线代表什么 现在是属于一个三角收敛形态的末端 未平常量越来越大 动能是越累积越多 那么呢到末端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突破 所以接下来绝对有大行情可以期待 我说过 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这些都不重要 今天只要你能够跟着一个好的指标来进场 每一天都有获利的机会 如果让时间回到早上8点45分 开盘连续三笔多单之后 行情一路往上积拉 当大家开始有些人后知后觉的进场 我们在正价差瞬间扩大的位置 也就是盘前所预告的转折点 在这个地方 各位反手放空下来 这边一口单有91点的空间 那么呢把这笔单你可以看到 当你空下来之后啊 基本上连停损的机会都没有 你把它放到收盘 各位投资朋友 这边有71点的空间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每一次进场用两口台子来做当冲就好了 今天至少创造了554年的价差 各位超过新台币10万块 你能想象当区间不到100点 但是你能够透过好的指标来协助 今天总共有1234 四次进场当冲获利的机会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明天马上就能够成为赢家的话 现在就要赶快打电话进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A50特战队今天的操作 你可以看到 今天开盘这个盘中啊 急杀 但是呢最后尾盘也是拉了下引线 因为在这里刚好就是它越线的一个支撑点 今天透过我们的指标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在9点30分 1320年的地方进场放空 我特别强调一次 我们的市价单一天只出手一趟 绝对没有第二趟 也没有第三趟 你所看到的都是会员当天唯一的一次进场 所以呢我们今天市价单在这里进场放空之外呢 各位我们同样盘前会给一道关键的支撑点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在13105 9点38分 在9点30分进场放空 那么呢来到9点38分 短短的8分钟 各位一口单创造了多少 95点的价差 那么在我们所预告的支撑转折反手做多上来 同样我们在1点45分跟着台子奇亚打完收工 一口单又赚到了121点 如果用10口单来做操作的话 总共今天赚到了2160点的价差 10口单感觉上保证金好像要很多 但是事实上 1口A50的保证金比小台子还要便宜 不到新台币3万块 用10口来操作新台币30万 今天能够创造超过2000点 超过新台币65000块的收入 所以各位 今天只有这两则简讯 就可以让你创造2000点的获益 第一个 一样开盘前 9点钟A50开盘 我们在8点56分就预告了13105 那么呢 在9点01分 我们预告了跌破13200 要进场放空 所以你不需要研究 A50的技术面 基本面跟筹码面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拜登 又讲了什么悄悄话 是不是两个又吵架 这些都不重要 你只要看得懂中文 按表操课 同样就能够轻松的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上面是A50 下面是台子旗 下面是A50的走势图 你会发现 两边的走势 非常的类似 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整个震荡的空间 A50的震荡 都基本上都是 台子旗的两倍以上 震荡越大就代表 什么样 当冲的机会就越多 当冲天堂A50 一次失口效果显著 一天一趟控制风险 跟着操作一次失口单 保证金只要新台币30万 一天只做一趟 严格控制风险 绝对不留仓 绝对不凹单 没有跳空补保证金的问题 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弹指之间 让我用最专业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最后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计ți way 优优 杨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